觀眾朋友你好 同性婚姻立法 在立法進度上 今天有重大的進展 立法院法治委員會 今天出審 正式通過了 婚姻平權法案 等一下 我們好好來談一下 這細項的一些內容 可是呢 今天在立法院外 包括支持這個法案 跟反對這個法案 雙邊呢 強勢的總動員 在聽到說 啊 你婚姻通過啊 出審通過了 出審通過了 這些反對同志婚姻立法的民眾們呢 從立法院轉戰凱達格蘭大道 去包圍總統府 當然今天也發生了 這樣子一個衝撞的情形 今天我們要好好來談一下 在之前我們討論過 不管是從社會面 從法治面 或是從人權層面 來談一談 台灣應不應該通過同性婚姻 到底是應該直接修民法 還是要立專章 還是要立專法 這些種種層面的一些影響跟衝擊 今天我們再換一個角度 我們今天邀請到自己呢 已經是兩個小孩子的 同志家庭的 這個其中之一的配偶 來談一談 到底如果是同志家庭 他們收養了 或是生了小孩子之後 會不會產生 各界所擔心的這些疑慮 另外一方面 這個法案如果通過之後 真的會對社會很大的衝擊嗎 而反對這個法案的 這些民眾們呢 在今天提出了一個訴求 既然爭議這麼大 那乾脆公投吧 停止審查 用公投來決定 公投是解決這個 爭議的最好方法嗎 今天要一起來討論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剛剛我們談到說 現在已經是同志家庭 不只是他已經有很好 長期的同志伴侶配偶 他也有兩個非常甜蜜 可愛的小孩子 我們歡迎同志大龜 大家好 我是大龜 我們再歡迎是臺灣同志諮詢 熱線的資深研究員 呂欣傑 大家好 我是呂欣傑 今天在總統府也有一些 衝撞的下一代幸福聯盟的家長 代表曾憲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憲穎 另外一個今天應該就是某種程度的受害者 等一下我們看他臉 其實就是被警察 然後好像是過肩摔 然後到地板上臉 有蠻嚴重的傷的 北北基安定力量聯盟的秘書長 有信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的臉書是怎麼樣 臉書是因為今天在立法院的時候 那我們在那邊表達我們的訴求 那同時我們也進一步了解立法院裡面的狀況 還有這個審 這個法案審查的過程 是 那其實這個法案我們認為 對一般老百姓來講 其實對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為什麼 因為不論是修民法或是修專法 其實因為這個法案不只關乎少數人 而是關乎全民的 所以這麼多公民朋友站出來 也因為這個法案讓每位公民朋友都深受其影響 所以我們非常的關心 他帶來衝擊 例如像澎湖 博弈特區的設置 連一個區域性的議題都有公投的設置 但是關乎全民每一個家庭 家庭制度改變 我們的訴求就是婚姻家庭全民決定 這就是我們主要的訴求 但是感覺這樣的訴求沒有被聽見 謝謝兄 不好意思 打岔一下 我們一般不做這種比較那種情緒性的這種討論 不過因為你可能看著我 所以觀眾就看不到你的臉的傷口 這個傷口是今天衝撞出來的 對 那就是因為我們發現在這個立法的過程當中 我們覺得他在程序沒有那麼的正當 我看 我之所以這樣問 因為牽涉到我下一個問題要問的 那你的傷口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是很嚴重 比我上次自己那個阿呆在浴缸跌倒那個更慘 是 好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要問你 就是你剛剛談到像博弈啊 或什麼公投 先談談你自己 今天是立法院出審通過 那到底對你而言 這個法衝擊到了你什麼東西 影響到了你什麼東西 使你要用自己的身體去對抗這個法案 去對抗警察 然後讓你的顏面受到這麼大的傷 為什麼 好 那我想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是三個孩子的父親 那因為我很清楚 這是對這樣的婚姻制度的改變 或對婚姻定義的詮釋 會影響孩子的未來 那也的確從世界潮流來看 的確有些國家施行這樣的制度 也有些國家施行後認為不妥善 換言之 這樣的制度還在一個實驗的過程 因此身為家長的我們 我們認為這樣的制度需要有更多的溝通 讓全民瞭解它帶來的影響跟後果 特別是對於下一代 你會擔心你的小孩子以後成為同志 的確會有這樣子的擔憂 為什麼 因為就我們的認知來講 今天所謂的婚姻平權或所謂的性別平權的觀點盛銷成上 但是以我們的角度或我個人做一個父親的角度 其實我有三個孩子 我老大現在讀國一是一個男生 老二是一個女生讀小學六年級 老三讀小學四年級 這三個孩子 他們的特質 他們個性完全不同 那為什麼要論述這個呢 特別我的老二 那他是一個非常有運動細胞的女生 他打躲避球第一名 射箭第一名 所以他感覺很有男生的這個氣概 那如果在學校以前 我們有時候會開玩笑 當一個女生 他感覺很有男生這種形象的時候 我們會說他 你是男人婆等等的 但我們認為這是不對的 這就是一種話語的霸凌 那剛好我的老大呢 他是一個比較內向的孩子 所以在過去 有些內向的孩子 他可能就會 特別是男生 就是說你是娘娘腔等等的 所以這些話語 當然我們現在不認同 但是回過頭來 每一個孩子都有他天生的氣質 因此 因為他有不同的氣質 我們必須尊重他原本的氣質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男生就是男生 女生就是女生 這樣的氣質並不會帶來 讓他對於他自己本身的性別 帶來混淆 好 所以我們認為同性婚姻 還沒有通過之前 目前在從幼稚園 小學 國中高中的教案裡面 都已經納入同志的教育 納入多元家庭的教育 甚至代課老師這樣教 我要表達的是什麼 一個人的過去 會影響他的未來 關鍵是你給他灌輸什麼樣的概念 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 當我們在小時候 我們男生跟女生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對異性不了解 有時候坐的位置 坐位置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畫一條線 男女瘦瘦不親 對不對 所以男生通常跟男生玩 女生通常跟女生玩 然後有時候會鬥來鬥去 非常有趣 但隨著我們的成長 我們長到了國中 到了高中 我們開始不同的生理產生的變化 開始對異性產生好奇 甚至於這當中 我們慢慢去了解 什麼是感情 什麼是愛 打個岔了 就是說你剛剛談到不好意思 兩位 我知道時間已經對你們不公平了 可是我還是想請教信兄 其實這個問題我之前也有在想 就是說因為我兩個女兒嘛 兩個女兒如果以後是同性戀 我作為他們的爸爸 我會怎麼想 我想一想 那也沒什麼 如果我女兒以後 如果爸爸 我喜歡女孫 你真的喜歡女生嗎 我真的喜歡女生 那女生怎麼樣 我接下來會問這個問題 那我一樣的問題要請教信兄 如果你的兒子女兒 後來跟你講說 爸爸啊 我喜歡的是同性 OK 好那我會讓 那有什麼問題 對 基本上如果他喜歡他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不能因為這樣改變婚姻的定義 他可以喜歡他 但是他們兩個不可以走入婚姻 為什麼 因為這個問題 其實就如主持人說的 過去我們已經有太多這樣子的討論了 特別是在柯志明教授 他提到今天婚姻的定義能不能改變 那是一個議題 換言之在這個問題上面 基本上你要跟誰相愛 只要不影響社會秩序 你要跟誰住在一起 甚至你要跟誰發生什麼樣的關係 那絕對是你的自由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 我們也必須承認一件事情 目前有這樣的需求的人 是大多數嗎 那我們的看法是 你的特例不能夠當作一般的原則 不代表我們不尊重 其實我非常感謝 今天有這個機會上這個節目 為什麼 因為我真實的看到這樣子的需要 然後瞭解他們的需求 我們非常期待 那只是在過去 很多這些同志 他們之間的感情愛情 被一些同志運動所帶來的一些裸露 一些圖片 一個帶來很強烈的感覺 要解放性的這樣子的影片所衝擊 基本上我倒是認為 我建議很多同志 需要跟同志運動者 他們訴求價值或釋放出來的圖片要先釐清 因為我們非常尊重 我們非常願意幫助他們 得到他們應有的保障 不過這可能是相當程度代表很多反對 這次立法的人的聲音 我剛剛看到大規跟辛傑 其實你們兩個不是一直搖頭 你們兩個反而是一直在點頭 所以要請教你們的一些想法 不過我們來看看今天最重要的是 這個法案 其實你說今年才提出嗎 其實也不是應該已經是討論的一二十年以上了 可是在今天呢 有一個立法上非常重大的進展 依照我們立法程序呢 其實委員會審查是最關鍵的一環 委員會審查過 如果沒有太大太大的爭議的話 其實就是沒有太大爭議 委員會才某種程度會過了 接下來二讀三讀 大概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今天司法法治委員會正式審查 通過了婚姻平權法案 大聲歡呼感謝警察的協助 欣賞瀰漫一股開心氣氛 因為有關同性婚姻平權的民法修正草案 終於在今天初審通過了 同志家庭們 其實等這個法案等了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有的人甚至等不到 那我們今天這樣子的結果 這目前這樣的結果是很令人滿意的 但是我們接下來 我們還有很長遠的路要走 並且用行動守護我們自己的家庭價值 贊成修法的挺同婚團體表示 感謝幾位跨黨派立委們為人權奮鬥 未來將會努力和社會溝通 傳達更多的正確訊息 來化解彼此的衝突和誤解 因為要走到今天這一步並不簡單 上午立法院內進行民法三觀修正草案審查 立委們就各有意見 同性婚姻章 我們保障民法所有婚姻 家庭的制度性保障 在同性戀家庭 他們一樣擁有同樣的權利 但是我們又尊重原始的條文的存在 公投 索丫大家福氣 輸了以後再來 我看不出有什麼比公投更好的方法 同志跟異性戀是同等人 就是因為同等人 所以我們要把它納入到基本法去保障 民進黨總召柯建民提出附帶決議 建議將婚姻平權出審通過的法案 全部送交朝野協商 直到中午 趙偉宣布了完成出審 通過了整合徐玉仁 時代力量和油美女版本的 審查會版本 新增同性婚約 應該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訂定 另外蔡逸余的民法專章修正版也送出委員會 未來還會有協商期 加上下一個會期開議之後 還要總質詢 因此才會有半年的時間 繼續的溝通協調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 先來看看今天立法院出審 通過什麼樣的一個條文 其實這一條其實就是平等適用原則 這一條大概還好啦 不是很爭議啦 大概大家最關心的是 民法第九百七十二條 這個是最最最大的 大家爭執的點 原本的條文說婚約 應該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 講得很清楚嘛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嘛 這是指訂婚 不過訂婚是這樣 當然結婚一定也是這樣子 男女才可以有婚姻 那現在呢 委員會審的不是油美女 那個版本 油美女的版本呢 他改的很簡單 男女拿掉變成雙方 大家說這個衝擊很大 所以呢 今天郭正亮呢 他就說天外飛來 一筆說沒這樣啦 大家一個折衷啦 這都不要再改 一樣婚姻還是男女訂定 不過多一款 多一項 同性婚姻 應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訂定 我必強調 這是委員會的版本 不是三讀通過的版本 但是如果二三讀 依照委員會的版本 以後民法第九七二條 就是說婚約應由男女 當事人自行訂定 然後另外一項呢 就是不過同性婚姻呢 應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訂定 插一隊就說 沒有啊 都沒有改 我沒有動名法 我沒有 我沒有變 我沒有把所謂的男女 變雙方嘛 但是那個 那同性婚姻怎麼辦 我另外再加 叫做同性婚姻 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訂定 這是很RQ的作法呢 還是說這是很天才的作法呢 這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我們來看看 另外通過的部分 這個大概也不重要 其實這個沒有爭議 因為以前就是說 為什麼男女十七歲就可以訂婚 男女十五歲就可以訂婚 為什麼男女有別嘛 就通通 以前覺得女生比較早熟 現在就通通十七歲才能訂婚 通通十八歲才能結婚 這個大概不會有爭議 所以我們就不要花時間 討論這個 那子女收養的部分 在明法一零七九條是說 收養這些子女 要以最佳利益來考量 誰可以收養他們 那新增的油美女這一條 就是你考量的時候 不可以歧視這些收養者的 性別傾向 大概是這樣 所以剛剛那一條就是 所謂的男女沒動 加了所謂的同性婚姻 雙方訂定 我先請教一下新潔 這樣你怎麼會接受 這樣不是跟歧視一樣 老實說 這樣有沒有歧視 婚約 我是不覺得是歧視 老實講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的立場 當然同志團體 跟不同的 很多的同志朋友 他們都還是有不同的意見 這還是一個光譜 是不一定是有完全一致的 這個意見 不過我個人其實覺得 如果大家因此而感到焦慮 覺得改掉男女 就沒有男女的話 就在後面加一個 我們之前是討論 譬如說同性別者 一同 或是現在這個同性婚約 應用雙方當事人自行訂訂婚約 那對我來說意義其實是一樣的 那其實我自己也覺得蠻有趣的一點 其實是這是講訂婚嘛 那其實結婚是九八二條 他很早以前就已經改成 雙方當事人自行訂訂了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焦灼在這個九七二條 自己覺得蠻有趣味 我不會說無聊啦 就是蠻猝蜜啦 我先請教一下現英雄 現在就是立法委員也聽到 你們的聲音了 郭政令人說 你們一直反對 不能說大家都忽視 你們的反對意見 所以男女婚約 通通不動 不敢 還是男的跟女的結婚 沒有問題 沒有強制說 每一個人都要男的跟男的結婚 女的跟女的結婚 所以這個沒有動 男女婚約完全沒跟動 不過新增一款同性 就可以由雙方來訂訂 所以沒有跟動民法 我是覺得是這樣 不管是有美女的版本 還是這個郭正亮的版本 還是甚至是蔡易宇委員的版本 他都沒有抓到 我們的最核心的概念 我們最核心的概念 就是說婚姻的定義 定義是一男一女的結合 這個定義是不能夠改變的 你不管是改九七月後面 多一個同性婚姻 還是說你另外另一個專長 為什麼是這樣子 我現在解釋一下 我們最近有做了一個 全國性的民調是委託這個 聯合行銷中心所做 這樣子的一個民調 那麼這個民調 全國大概打了一萬多通的電話 那麼在這個有效樣本 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賴曲線 裡面講就是說 你認為同性婚姻 會不會影響學校的教育內容 百分之七十四的人認為 會影響教育的內容 OK 好 那麼另外一個一份的民調 也看到 但會影響不見得是負面的 對 那麼另外一個是說 你認為同性婚姻 會不會影響孩子的婚姻 家庭觀念 進而影響到他未來 他的成長期 未來對象的選擇 也有高達七成以上的人 是這樣子認為 我的意思是說 作為一個家長的代表 他對孩子的教育 有一個所謂的教育的參與權 跟選擇權 那世界各國是這樣 不論你是通過同性伴侶法 還是同性婚姻法 你可以看到說 最後走到街上抗議的 常常是家長 為什麼 德國也有家長去抗議 左上街抗議 法國跟加拿大也是家長抗議 剛其實就講得很清楚 至少就你或是你們團體的立場 是不管是直接修民法 不管是民法設專款 或是民法設專章 或是另外去立一個 所謂的同性的婚姻專法 根本上你們是徹底反對 這四項你們都是反對 這個這個題目我剛剛還沒講完 就是說現在大家好像在討論 這個題目 就把它一切兩半 支持還是不支持 黑跟白 零分跟一百分 那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是非題 這個是我們這邊一直反對的 我一直跟就是一直 一直去講說 這個題目不應該 變成是非題 我認為他應該 變成一個深論題 甚至是選擇題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因為這個我們 我們昨另外一個一個民調 我們發現臺灣有五十七 剛剛同一份民調 五十七Percent的民眾 他認為他同意去立法 保障同性戀者的權益 包含醫療財產這些東西 那麼今天我們常常就是說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先切一半 支持就是 你就是就是支持 你反對就是完全歧視 或是不認同 您的選擇會是 我的是說我 我贊成的是說把這個題目 變成了一個深論題 那麼讓大家來實際來討論 就是說到底同志朋友 他在醫療 那麼他在財產繼承 或者說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也是贊成的 這個東西其實是可以先討論的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有太多的問題 沒解決 我比如說你立一個法 這個法從提出一讀副委到現在 有沒有任何一份影響評估報告 答案是沒有 我隨便舉個例 我國有家庭教育法 家庭教育法裡面 第二條說 什麼是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有婚姻教育 情感 婚姻教育 倫理教育這些東西 婚姻教育怎麼教 小朋友的婚姻教育 小朋友各級學校要怎麼教 家庭教育要怎麼教 沒有任何的影響評估報告 異性婚姻也沒有 這個影響評估法 但我們就過了很久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其實是你今天過去是 這個東西 民法已經訂了幾十年 那你現在要做這樣子的改變 我們要的是說 這是一個程序上的一個 程序上的一個正義 就是說 有了影響評估報告 您就能接受去修民法 所以我們我們我們一直在想說 這個東西要給全民來討論 而不是在這麼快的一個情況 從一讀副委到那天11月17 中間只有九天的時間 沒有任何的公聽會 沒有任何的 公聽會不是辦過兩場嗎 那是因為十一月十七號 有民眾衝進立法院 然後他說勉強辦兩場 這兩場提出來的疑問 有得到任何的解答嗎 沒有 還是各說各話 蔡依宇的版本從提出到 今天通過幾天的時間 也都是各位 希姊我剛剛一打岔就打岔了 讓你中斷了很久時間 不過我還要繼續中斷 好 我先請教一下大龜 你小朋友一男一女 龍鳳胎 雙胞胎 對 現在五歲半 對 剛好過的那個貓狗都閒得三歲的 那個年紀 可是說實在五歲半也是皮到不行 因為我小朋友就是五歲 那一個我都受不了了 更何況你是兩個五歲半的 有 我哥 你帶他們會遇到什麼問題嗎 你是說沒有婚姻保護 沒有法律形式上的 不管 我先請教你最一個 最拿衣服的問題 上次我們談到就有一個來賓說 男生跟男生結婚 生了小孩 女生跟女生結婚 生了小孩 這個小孩子是要怎麼叫他的爸爸 媽媽 你的兩個小孩子是怎麼叫你的 好 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兩個孩子叫我阿鼻 阿鼻 那是我們在懷孕期間 其實就有討論過這樣的問題 那阿鼻是把鼻去掉 霸這個性別的字眼 就叫阿鼻 那我覺得自己就是覺得阿鼻很 就很親切很可愛 因為我我我老婆不希望小朋友 直接叫我名字或幹嘛的 所以就是覺得還是要有個稱謂 他叫你大龜你會生氣 我不會生氣 可是我老婆覺得不ok 不好 還是長留有氣 反正就是他們叫阿鼻 那叫你老婆叫什麼 叫媽咪 叫媽咪 就跟一般叫法一樣 對 然後可是呢 所有的在家庭的小孩成長歷程 其實小孩子就是會自動把我對應到 父親這樣的角色裡 那有我覺得有大很大原因 可能跟我就是外型也比較中性 男性化一點有關係 但是呢其實在家裡面呢 我們反而跟我小時候我的家裡的那個家庭分工責任分工就比較不會那麼絕對 就是比如說我每天那個下班也是會因為我剛好兩隻就一人洗一隻然後我會陪他們陪睡然後另外一個就去那個去幫他們洗碗啊整理書包啊就是你不會像那個其實我也沒有啦我也沒有回家就是翹著二郎腿看報紙泡茶 對對對 因為現在現在這個你非得這樣幹嘛 因為你養不起一整家嘛 你老婆一定要工作 對 所以其實對你來講沒有任何的困擾 其實在我我自己的家庭生活裡 我覺得跟一般都一樣 你看我小朋友也是喝母奶長大大 他們也沒有也不是外星人 然後我們的性別教育 我從小也會跟他們一起就是泡澡幹嘛的 然後性別教育怎麼教 我就直接跟他們說 剛好一男一女嘛 我說你看爹地有長雞雞他男生 OK 然後我們沒有長雞雞我們就女生 這就是生理性別 那阿B沒有雞雞耶 對啊 因為阿B就是本身女生阿 阿B從來沒有介紹過我是男的啊 我從來沒有跟他媽媽 所以對小孩子也沒有任何困擾嗎 沒有沒有什麼困擾 因為我就沒有雞雞 我都不是男生 沒有什麼好困擾的啊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確 如果性別認同 而生理性別要就是要變色的話 就是這麼簡單嘛 我小孩一歲就聽懂 他現在五歲半 所以是中班嘛 對吧 中班 到大班了 五歲半大班 他的同學 你怎麼會兩個媽媽 他們會這樣子問嗎 會啊會 其實最近才有幾個小朋友在班上 就是好像看了那個 好像也是一個採訪 然後就發現那是 我小朋友叫小雞菇小卜瓜 那個卜民 然後他們說那是小雞菇的小雞菇小卜瓜 小卜瓜 對這是他們的阿B 然後他說是女生 然後放學的時候 他們就問我說 阿B為什麼你是女生 然後呢 因為放學時間很很匆忙 我說對 因為我是女生 那我要找一個時間來跟班上當個特別嘉賓 跟你們介紹一下我的家庭 所以其實像對這樣的學校的環境 或是小朋友教導 其實我們都已經準備蠻多的 本來可能他的同學會覺得有一點疑惑 對 後來可能會覺得還蠻酷的 你兩個媽媽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我對說我們很樂意 很正面 成 就是坦白誠懇的告訴小孩子說 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生養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從懷孕 然後也有一張張照片剪輯成 他們的就是我們懷孕生子的一個小冊子 然後他們一個一人做一小本 然後就當作他們自己專屬故事書 從小其實我們就把這樣的故事 出發給他們看 就是說你看媽咪去加拿大 然後去診所 然後醫生鼠幫忙 然後就是會稍微介紹一下 簡單的介紹一下人工生子 就是說醫生鼠幫忙 然後再把那個蛋放到媽媽肚子裡 然後懷孕生下你們 就大概會這樣講 就是我們從來沒有想說要欺騙 或混淆過小朋友的性別 或是你知道 我之所以這樣問 我就要請教新醫兄 那像他這樣子 阿B跟媽咪的家庭聽起來還蠻快樂的 會有什麼問題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關鍵就在孩子 誰能替孩子來決定他的家庭 誰能替 也就是說 我們知道有一些一些 比如說歐洲人權法院好了 以歐盟來講 目前還不是大多數的國家承認同性婚姻 也就是說基本上他們認為同性婚姻還不列入基本人權的一項 我要表達 我們有什麼證據可以去不好意思 對 論斷大規他們的小朋友 當然 就會去承受比其他小朋友更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當然 所以因為這個部分才是需要去釐清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今天任何一個法案或一個政策 我們必須思考孩子的最佳利益為考量 是嗎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從不要說很論理性的來論述這件事情 一個孩子會不會很想知道他來自於哪裡 他的爸爸 他的媽媽是誰 這個點有沒有經過討論 剛剛主持人您剛剛有提到一件事情 剛剛當憲營 他提出一些數據的時候 說這個同性法案通過之後會影響學校的教材 你說有沒有 會影響孩子 你說有沒有可能更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請問這個問題有沒有得到解答 沒有 因為沒有經過討論 所以今天所有的最重要的問題是 整個立法過程當中 並沒有充分的溝通跟共識 欣姐我亮你亮了快半小時 沒關係 請說 因為我們其實剛談了很多很多的觀點 包括說對於小孩子 教養權的一些疑慮 包括說剛剛憲營也談到說 一開始他是講說 基本上他們是反對那一種打破 一男一女的這個婚姻制度的 所以我順著你的說法 就是說 所以其實不管是立專章 立專法 修民法 其實根本來講 其實都應該是反對的 至少他的立場 不過他談到說 應該是論辯嘛 所以後來憲營談到說 我們缺少一個溝通 論辯 選擇深論的一個過程 你的看法 老實說我覺得 這個就是非常基礎的本質上 對於一個議題的差異 也就是說我們認為家庭裡面 他就應該要有愛 有愛的人 他就可以成家 這是一個平等的概念 但是呢 我相信我也知道 確實有一些朋友 他是覺得 家庭裡面就是要有一男一女 一個爸爸跟一個媽媽 那其實有非常多在臺灣 在全世界的家庭 都不符合這樣子的家庭圖像的 這個想像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本質的差異 當你去討論一個價值觀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說 你的價值觀是錯的 因為這個人的價值觀 就是這樣 所以我都一直跟非常多的立委說 很多委員其實跟我說 我們希望達到一個最大的社會共識 達到一個最大所有人都可以同意 我老實說不可能 OK 絕對不可能 這個社會上百分之百人都同意 同性戀可以合法的成家 可是我們要說 每個人的偏好 每個人的價值觀 難道就可以排除掉 某些在臺灣的公民 他合法享有這個 不管是家庭或是伴侶權益的保障 他可以因為他的偏好 去排除我的權利嗎 去排除大規的權利嗎 我認為這樣子是不對的 所以我覺得說 你如果討論到價值觀怎麼樣 誰對誰錯的話 我們會進入一個無止境的循環 但是我們回到 回到我們身為這個臺灣公民 我們敬義務 我們繳稅 我們也是這個社會的一份子 那我們應不應該享有這個平等的權利 去建立屬於我們自己的家庭 跟所有人一樣 受到這個基本法的保障 我覺得最後 我試著幫信義跟憲營問的是說 他們之所以反對是因為他們認為 像今天初審通過的這個法案 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 影響到下一代的生活 影響到原本社會的這些制度文化秩序 所以他們才跳出來反對 而並不是說他們會傷害到同志族群的基本權 而是他們是害怕傷害到原本這些人的秩序跟價值 你的看法 比如說像大龜 他的家庭已經存在非常長久時間了 他們只是沒有在法律上有合法保障 那我們的存在會傷害到其他人的家庭嗎 就是我我我除了是也是家長 然後我也是同志 是 剛剛像那個信義兄有提到 就是自己對女兒可能會 我幫你對 我不知道那是一種擔憂 還是一種對 沒有我非常喜愛他 OKOK 我想要我的公主跟寶貝 好 我想要公主就起來 那我要跟你講 我小時候也是我媽媽 我爸爸的公主寶貝 對對對 那我要說 像我高中出櫃 二十年前我出櫃的時候 我爸爸 就是在我成長過程中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那種很嚴格 一定要我追求分數幹嘛幹嘛 但是呢 他因為我是同志 然後在高 就是發現這件事情 他也可能因為害怕或是不不理解 然後在那一個瞬間 他打了我一巴掌 就是那我記得那十七年 他就是第一次動手打我 然後我也沒有 我沒有說什麼 對 然後我就想要 然後可是後來呢 我是在異性戀家庭長大 我的父母 我覺得是非常模範 而且非常好的 一個一對 我們之前其實有討論到這件事 我的 我的爸媽是高中同學 他們是初戀 然後他們就是彼此初戀 然後就結婚 我們生了兩三個小孩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 然後他們每天都會傳一些很噁心的簡訊 我們都是從這種異性戀家庭成長的 對 我們的父母也都是異性戀 我們的老師也是異性戀 就是我要跟那個欣欣兄 這邊就是講的 就是說 雖然我爸當初對我這樣的擔憂 然後可是我就是一個同性戀 然後而且我也就是也就是比較中性陽剛 然後他也他就算他當時那麼激烈的反對我 然後可是我就是我當然沒有一直跟他積極對抗 然後我們就這樣慢慢長大 可是他也就知道 就是我就是一直這個樣子 我就是我談了三次戀愛 可是剛好就是只能跟同性談戀愛 然後呢 然後可是後來呢 就是跟我現在的女朋友 我們在一起十七年了 然後呢 在我們大概交往十年的時候 因為我母親的意外的離世 然後也讓讓我就是心情要生孩子 這樣的念頭 然後我們也跟雙方家長就溝通 因為我們家庭也算我們的 就是我們這樣雙方關係穩定 然後我們的 就是我們也蠻幸運的 就是工作也還不錯 就是有一點能力 就是負擔自己家庭 然後所以後來我生兩個孩子 我記得在那個就是生我孩子 那個醫院的長廊外 我爸來看就是他的孫子跟他的媳婦 然後然後他就是因為我爸非常木納內內的一個傳統男生 他就是在那個長廊跟我說 他說不出什麼很誇獎的話 但是他就拍拍我腳就說 我沒有想到你可以把你的人生過成這樣 對那我想要表達的是說 其實因為我在一個很有愛很健康的家庭長大 所以我其實本來就是一個充滿樂觀跟能量的人 所以我遇到問題 我還是會想要就是找自己動力走下去 我想要表達的是說 如果相愛的兩個人能夠結婚成家 甚至有機會就是生養他們的下一代 絕對給他們人生帶來很大的力量往前 而且我要還有另外一點重點是 我的父親 我的阿公阿嬤上百歲阿公阿嬤 後來都是就是我孩子那個滿月裡 滿月酒席 是我爸拿錢出來弄的 然後外公阿嬤也都練習參加 我的意思說 我整個家族所有的親戚都 就是我們兩邊家族 所有的親戚都就是認可 並且祝福我們的家庭 所以你們爸說 想不到大規格 還可以讓我補金孫 說兩位 還有一個補兩位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其實我想 而且我同時身為家長 我要說的是不管教育 其實你單方面的阻隔 就是沒有 以前的 我二十年前根本沒有什麼同志教育 就是就是只有一般 其實連什麼性教育也沒有 是不是 就是一般的健康教育 也跳過 十四章都跳過 對對對 其實連性教育也沒有 所以在這樣的氛圍下面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 沒有可能去想像同志 然後還要主家庭生小孩 可是其實那是我 我們後來我自己 就是對自己人生的渴望跟 就是因為我媽的理事 就讓我覺得我需要找一個 就是我需要健全的家庭來讓我 就是人生更完善 你一點都沒被說服嗎 我我其實啊 我聽大龜這樣 我心裡是蠻感動的 那那我也可以先有幾個回應 第一個其實不論是大龜 或者是這個呂小姐 他們說其實你們都來自於一個 一男一女的這樣的一個家庭的結構 那其實大龜裡面剛提到一個關鍵點 就是說其實在他的成長過程當中 當然其實父母都不完美 他父親曾經也許有一些行為 讓他覺得很受傷 當然我無意冒犯大龜 我非常尊重他的選擇 那只是說那他會出櫃 主要的key point 主要的原因是在哪裡 當然我覺得那是我非常尊重你的選擇 那不管那個原因是什麼 到今天你已經組了你自己所謂的家庭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聽出來 其實大龜他希望擁有的是一個健全的家庭 但是一個健全的家庭 不一定要改變所有人的婚姻制度 也就是說這個部分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現在的婚姻制度 會使得他的家庭是不健全的 不受保障的 就是說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 可能言之過早 對我們是可以來討論 沒有這個過程 沒有這個過程 因為像其實民法的一二三條 其實是可以允許成家 那麼我們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在醫療的話 醫療法六十三六十四條 都可以去做一個新增 看你怎麼樣去修 那麼財產繼承 我們的意思是說 就像農民他用農保 那這個勞工用勞保 大家的權益都得到保障 那你現在去說 那為什麼你要用農保 你為什麼要用勞保 其實不同的制度 農民跟工人都可以結婚 農民跟工人都可以結婚 同志伴侶 他理所當然要享有跟異性戀一樣的財產繼承權 遺囑權 這部分沒有 你完全沒有爭議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選擇題跟生論題 不是 不是所謂的爭議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醫療 你要財產繼承 這個部分 我想臺灣人 我剛剛秀的那個民調的數字 就是說大部分的人 他是同意 在這些權益上給予 可是你一開始說 你其實基本上是完全不認同 除了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之外的家庭制度 我講的就是說婚姻的定義 但是不是說權益不保障 我覺得這個東西 中間有一個連結 就是說你支持同性婚姻 才代表你支持同志朋友的權益得到保障 這個是錯誤的邏輯 我們 我們 我們堅持婚姻是一男一女的集合 我們也同時堅持同志朋友的權益 應該得到保障 所以醫療權財產繼承權 這些都是可以去另外立法保障 沒想到你今天話最少 對 我平常話太多 因為我都一直搶你的話 這中間會有共識嗎 所以我說不會有共識 因為是一個基本價值觀的差異 但是我其實很好奇 如果說我們今天有一個制度 那就是有異性戀婚姻制度 跟同性戀婚姻制度 就是對你們來說 你們是覺得可以接受的嗎 他是分開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這當中有很多的一個 我們說修法 他就會討論到這部分的問題 我比如說我剛剛舉那個家庭教育法 家庭教育法牽扯到就是說 你要怎麼教孩子 比如婚姻教育 這個部分就會影響到 而這部分都沒有做討論 就是說我本身也是一個家長 那我也是一個 其實說 我也是一個 一個學校的會長 那我們在這個小學的這個聯合會裡面 我們許多的家長會的 最重要的家長會的成員 他們最關心的是什麼 其實是這樣子 剛剛大規分享 我其實也覺得就是說 第一次聽到這樣分享 滿好 大家都尊重 我們不要去論斷 我們千萬不要去論斷 同志朋友他們的一個感受 或是他們要去過的生活 所以第一個 我們不要去論斷他們 那第二個 我們要去尊重他們 但是這個以外 所有的家長 我們這邊所所關心的是 他對於他的孩子 未來要接受什麼樣的教育 他是可以有選擇權的 那麼所以我剛剛 不好意思 我插一下話 所以大家在意的 其實是家長對小孩的 教育的選擇權 那現在我們有這樣的選擇權 對不對 其實是嘛 你可以 二位都可以選擇 怎麼樣教你們的小孩 我們現在講的 不是我們的選擇 我們的選擇 我們的選擇就是法律 一旦改變 他會連帶的影響到 整個教育系統 而這個教育系統 如果這個法三讀通過 家長的教育選擇權 會受到什麼改變 這就是我說的 根本沒有任何的評估 因為沒有任何的影響 會不會也根本 不會有什麼改變 有人可以回答 我教育基本教育 家庭教育法裡面所說的 婚姻教育要怎麼教嗎 婚姻教育 大家想要教怎麼樣的 婚姻教育就可以教 要怎麼樣的婚姻教育 就是二位想要用怎麼樣的方式 教你們的小孩 如果大家對學校的教育 有意見 我想這個可以做比較 性潔的討論 但是修正民法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提供給同志伴侶 還有同志家庭 一個完整的保障 我們今天不是在修其他的 我們不是在談國民教育法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或是家庭教育法 法的條文是簽譯法動全身 法務部也簽證到 三百五十六條相關的法規 太陽花這個充建服帽 服帽開了實際場的工廳會 上百場的說明會 那麼這 但是這麼正義的法案 都會被說成是黑箱 好 那我回到一個 不好意思 又打一查了 那到底啊 現在沒有立法 然後現在你們的婚姻不被法律 國家所承認 對於你個人 對於你跟你的老婆 對於你們家 包括剛剛講的是那個小 那個不刮 小不刮 小不刮 小雞骨 小不刮 有什麼影響 我想要很明確地說 剛剛那個曾憲 曾憲 也有跳過一個部分 就是小孩子雙方的監護權 現在我跟我老婆小孩 在法律上是沒有關係的人 對不對 因為不是從他肚子裡生出來 就不是我肚子裡生的嘛 臺灣認生母 認生母 小雞骨小不刮 是我老婆 你老婆生 懷孕生出來的 然後他在法律中 那你是法律的陌生人 完全的陌生 雖然你是他最愛的阿比 雖然是我夾著他媽商量 就是我們去生小孩好不好 然後一針一針幫他打 那法律的陌生人有什麼問題 好 那我要問 因為生命是無償的 我母親就是最好的例證 是 如果我的老婆今天突然怎麼了 我會是完全沒有機會 拿到我小孩的監護權 這件事情已經在三年前驗證過了 因為呢 我去 我去向臺北市政府 我的老婆甚至願意出養 其中一位孩子給我 可是卻被臺北市政府 跟就是兒少法拒絕了 然後我們還就是你知道 就是很明顯的就是全部一起去上法院 去告訴法官 我們是一家人 但是因為同性婚姻沒有合法 我們想要透過其中一個孩子出養給我 然後萬一家裡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以後再來證明 其實我們有這樣的家屬關係 來保障孩子的 就是我對他們兩位的 如果他們沒有雙兩個計程 兩個是監護人嘛 然後同時呢 如果我死了 我的小孩也完全沒有辦法繼承我的財產 那對他們來講 就是如果家裡突然雙親一個怎麼了 他沒有繼承權或甚至會 就是沒有辦法再給原本的雙親照顧 就是就是原本的家長養的話 就是那我小孩子的最佳人權在哪裡 那他們又多無辜 他們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機會 是異性戀 他們也是小孩子 他們才五歲多 那他們的人權在哪裡 這其實不符合兒童最佳利益啦 老實說他生長在一個 這兩個孩子生長在雙親的家庭裡面 可是他們在法律上是單親 然後他其實盡了所有的撫養的義務 是 就是我現在要說 就是假如我老婆死了 我沒有辦法擁有他們的那個監護權 監護權 因為現在額少法是不能指定收出養的 而且我們曾經試過要走指定收出養這一圖 被法院拒絕 因為現在法律上是不行 所以我們才主張說 其實應該要有另外的專法 來保障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伴侶關係 跟這樣子的一個親屬關係 為什麼我們說這個民法 他是親屬篇 男跟女結婚 他們生了孩子 婚生推定 所以男會變什麼 父親 女會變什麼 母親 因為這個孩子的血緣是來自於婚姻 子內的這兩個人 這個叫婚生推定 但是同志朋友 他們的這個血緣 一定是婚姻關係以外的第三者提供的 所以其實這是另外的來保障 剛其實你應該某種程度也認同同志家庭 應該要有所謂的繼承權 醫療的遺族權 那我想問同志家庭 或是同志伴侶 同志配偶 跟異性家庭醫治伴侶 到底有差異到多大 使得必須我們用特別的立法 限縮 他們只得享有某種權利 而不值得享有某種權利 到底差在哪裡 他們 我講白了 到底大規不值得擁有什麼樣的民法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的國家 並沒有把它寫清楚 我覺得這是立法者的責任 比如說人工生殖 代理孕母 這個東西要怎麼配套 要怎麼做 什麼樣的情況可以用人工生殖 什麼樣的情況不能用代理 代理孕母 我們現在是不合法的 沒有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去 因為這兩個 這兩個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麼因為我們剛剛講婚姻 一男一女的結合 他是有婚生推定 所以他會有男跟女 會變婦跟母 會然後是祖父祖母 然後他叔叔伯伯 二等親 三等親 一直延續開來 但是同志伴侶 他其實可以用另外的一個制度 來保障他的所有的這個關係 不過我們現在在民法裡面 其實同志伴侶是被排除 婚生推定的 是 對 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一個親屬關係 因為同樣一個東西 你看就有四種修法 劉美女委員 他說修五條就搞定了 那蔡宇修新增專章 徐玉仁說 要改八十幾條 那個時代力量 也說要改八十幾條 同樣的要把同性婚姻 所以你現在是說 這四個都不要動了 都不要修了 我們就停下來 我的意思是說 同樣都要把同性婚姻 放進民運法 就有四種不同的做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國家對於怎麼樣弄民運法 都沒有一個共識 可是光以利益修 也是幾百種的這個版本 我們所有的立法 都是有各種不同的版本 所以才有委員會的討論 可不可以補充一點點就好了 是 因為剛剛這個 欣傑 欣傑他剛剛提到 就是說這個有愛就可以成家 有愛就可以成家 那那我的問題是說 那迷戀可不可以成家 爬生 迷戀 迷戀是什麼 對 那所以迷戀跟愛有什麼差別 就是單戀啊 不是 不一定 迷戀 那到底什麼是愛呢 我第一個問題是 那到底什麼是愛 因為愛不能夠很籠統的定義 你愛吃燒酒機也是愛 你愛寵物也是一種愛 那到底什麼是愛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我們說 當我們說 因為我們說要清楚 當我們說相愛就可以結婚的時候 那這愛是什麼 那愛跟迷戀有什麼差 我們現在再討論下去 就是閒之又閒重要出門的 我問一個問題 異性戀迷戀對方可以成家嗎 所以我回過來就是說 異性戀迷戀 我回過來就是說 基本上 異性戀怎麼樣都可以成家 你知道我去登記的時候 我去嘗試 我來讓我講一個故事 我去嘗試跟我太太去登記的時候 當然就被護證單位拒絕了嘛 那拒絕之後旁邊就有一個男記者 我就把他拉過來 問這個護證人員說 我不認識這個人 我可以跟他登記嗎 然後護證人員就很尷尬 回答我說 可以 因為你要登記 我只好給你登記 但是我不認識他 所以這 顯示出 妳可以跟一個陌生的男人 顯示出這整個制度有多麼的荒謬 我說我必須打住你們 如果我們接下來還要再談什麼 叫做愛的話 我就是真的是選之又選的 簡單講 婚姻的定義不能改變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這個方式 公投 今天其實兩位 其實在現場就說不要再吵 我們用公民投票 大家用公投 公投的設計 本來就是要解決爭端的嘛 可是之前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信心希望聯盟 就已經推過一次公投了 而且跨過第一階段門檻 十八萬個人連署 但是行政院的公投審議 委員會把他駁回 那這個理由 當然你們沒辦法接受 說這也不是覆絕 就沒有一個法律 你要怎麼覆絕 再來是說人家是一案一項 你一案四項 你這麼多項 所以希望說你們改一改 再來投我來看看到底用公投 解決所謂的同性婚姻 是不是真的是一個好方法 同性婚姻法制化爭議越演越烈 反同婚團體最近多次走上街頭 表達對於民法可能遭修改的不滿 不少法界及宗教界人士擔心任何婚姻家庭制度的改變 必須經全民公投通過後才能開始 如果沒有取得全民共識 擅自倉促修改婚姻與家庭的結構 將會損害全體國民家庭的權益與下一代的幸福 這件事情既然在社會這麼高度的爭議情況下 那應該要立即停止審查 交付這個全民公投 不過作為憲法保障了權利 立委尤美女認為 同志的結婚權不應該用公投來處理 支持同婚的團體也表示 這樣的訴求如同多數暴力 侵害同志享有婚姻的基本人權 更是拖延修法的手段 而就在今天下午 立法院出審通過民法修正草案 下一階段就是朝野協商 民進黨立委吳秉睿表示 本會即將結束 最快也要明年四五月才會處理 希望這段時間社會可以增加溝通 國民黨團總召調國動則認為 目前臺灣對於同性婚姻 納入民法規範儀式 仍然沒有共識 不排除透過協商將草案冷凍 甚至實現公投 不過憲宗請教您一個最問題的是 我們可以對這件事公投嗎 同樣的邏輯是 那我們可以對原住民的權益 去做公投嗎 我們可以對新移民 他的各項權益去做公投嗎 我們可以對部分低收入負責 或者是特殊的族群 他們所擁有的權利 義務去做公投嗎 我還是一再強調 我們支持同性同志朋友 他們的權益得到保障 所以您剛剛提的原住民 原住民的他的一個基本法 或權益的原住民的 那個是一個特別法 那麼也是一樣 你這些其他的法律 就是保障特別的族群 這個不構成歧視 我現在要講的是 你支持專法 我支持專法 我支持另外 你現在支持專法 我們本來就是支持他們的權益得到保障 所以我剛剛說 深論體或選擇體 這個是一個 我們一直要引導的方向 那公投是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變成是非體 現在是這樣子 就是說 大家都不可以討論 不要討論 我也不給你時間討論 我們就是要來把它硬 就是這個要把一直往前推 如果你要把它變是非體的話 在社會這麼高度的對立 跟爭議的情況下 我想最好的解決方式 就是讓大家來共投 那我剛剛談到 人民的權利可以共投 這個就變成說 這個是不是人的基本人權 那你就要先回答這個題目 如果他是基本人權 你才說他不是 不能不能用公投 大歸這是你的基本人權 我的天啊 如果我的家庭 我跟我老婆小孩的關係 的保障 不是基本人權的話 那我不知道基本人權 到底要保障什麼 我覺得就是就是我我我親近我醫生的就是我現在所有的力量感情在付出的家庭關係 如果有人說這不是基本人權那不然大家都不要結婚好了 反正不是基本人權 杏杰你的看法 我覺得還是回歸到一一一件事情 我們是臺灣的公民 一樣是公民 為什麼我們不能享有基本法的保障 如果要給同志特殊的一些保障 那一定要在基本法之上 比如說你說同志從以前到現在 受到這個社會的歧視 所以我們多給他 比如說減稅 或者是同志家庭的小孩 或是結婚補助多少錢 對 就是鼓勵同性戀進入家庭 所以我們補助他 這個是一個基本法以上的保障 可是我們要有最基本的 我們今天要求我們只是最基本的 這當然就是所有在這個土地上出生 長大敬異物的人應該要有那我換個角度 當然基本人權這部分 我們還會再吵很久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公投法不就是要來解決 爭斷的嗎 透過公投來去去解決 現在五十五十的 這樣子的一個爭執 真的不是好事嗎 老實說 我認為少數族群的權益 真的不能使用公投 比如說像我妹妹是身心障礙者 一個身心障礙者 他在臺灣可以享有 怎麼樣的權利或福利 難道是要透過公投嗎 但是如果真的今天臺灣要走到那一天 真的要走到那一天的話 當然我們各自正反雙方 都還可以進行不同的論述 但是如果真的走到那天 我會覺得很遺憾 那我們這樣子把少數族群的權利拿出來 攤在桌子上說你值得 你不值得 你應該你不應該 這個其實是非常 對於社群非常傷害的一件事 所以就是說還是那個問題 難道我們可以對於聽障 對於身心障礙說 政府我們用公投 政府是不是不應該花更多的資源 這個問題我覺得不太對 或是原住民的自覺 難道是我們漢人 可以去幫他決定的事情嗎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如果你要討論專法 我們也不會要求公投 我的意思是說身心障礙保護法 我們覺得不應該公投 或者是原住民保護 我們也覺得沒有要推公投 我們現在要推公投的是當你要動民法 要把這個婚姻的定義改變 我們才覺得 因為你要把變是非題 但如果你要立專法 也是改變婚姻制度 如果你是比如說 比如說同性伴侶法 或者是說 比如說同性 他的成家的一種家屬的保障的話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一個大家可以開放 討論跟選擇的 我們不會想要說說 這個這個連這麼 連這麼權益的保障都要公投 我覺得這不是臺灣人的想法 我有一點不好意思 我的語氣可能 我先跟你說對不起 語氣有一點那個規矽 說那你到底是支持專法 還是反對專法 我們是支持專法 專法 專法就改變了現在的婚姻 家庭制度啦 不是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 現在就是你有看到現在立法院 有沒有任何的專法提出來 沒有 因為來不及時間太快了 那個專法到底是什麼 他們只可以有那個計程權 其他通通都不能用 專法裡面 我們可以參考很多國家的 像剛剛大規提到 他的那些權益 我們看怎麼樣把它設計 保障得很好 我覺得就是臺灣人 覺得很願意去 因為臺灣人的心腸 其實是很好 這個沒有問題 不會有爭議 那那個不就是已經是婚姻了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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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說這個東西 就是說大家一直還沒有 進入到一個實質的討論 就是現在到底有哪些權益 要得到保障 因為你全部把它放到婚姻裡面來 你會發現根本放不進來 光稱謂就保不進來 所以為什麼 你有看到千萬人可以 超級沒有 厲害 我喜歡 因為他們都可以 лю 如果 你也不怕 必须有转转 这件事结束之后 再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落在淡水中央广播电台就职 以通透的玻璃帷幕引进大片的绿意和阳光 黑幕拉上后才变成舞台 被称作梦的绿剧场 云门剧场不只是云门的家 而是华人世界第一个 以表演艺术为主题的文化园区 这里除了看树 看海 看表演 还有很多梦想等着实现 公式一文大道邀你一起来云门的新家做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